大厨好 菲菲好 我们今天又带新朋友 来跟您见面了 余浩敏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帅大厨 帅大厨 帅小剑 中国烹饪大师 高级烹饪技师 低调风趣的实力派 法国兰代学院 中华料理客座讲师 被称为中国顶厨 我今天想做这个 屎油鸡 对 屎油鸡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 来吧 先穿围裙 对 我就说这个还挺适合你的 去吧 好像你的小背带裙 我走了 踩摸过去了 我看大厨在准备的这是什么 鸡 这是鸡 哇 广东做屎油鸡有两种 一种是拿青远鸡做的 一种是拿三黄鸡做的 对 但是我选的是青远鸡 这是青远鸡 这个不谋而合 浩明买的也是青远鸡 对 我也是青远鸡 那就是 好 这一天不谋了 我会帮你准备了一些熬齿油的 熬齿油的这个辅料 辅料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帅大厨想得太周到 我就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了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这是生抽 生抽 我先要生抽 对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一瓶就得倒下去了 你现在是调这个齿油 调齿油 对 这个是配比有比例的 海天金标生抽 我们是放了一瓶 对 那么老抽是它的四分之一 好 海天味极仙是海天金标生抽的一半 这个配比很重要 非常重要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精髓其实就在于这个罗汉果 罗汉果也要放进去 对 因为罗汉果它的这个味道 其实能够帮这个齿油肌 带来一种独特的那种甜味 熬齿油呢 这个青椒 青红椒是一定要放的 为什么熬齿油里面要放 就可以了 因为这也是调味的 它调 它起香味的 对 其实它其实是不大的 芹菜直接放一根 然后还要放胡萝卜 这怎么感觉有点像 西餐里面调汤头的那种 放洋葱 西餐也放了 其实美食叫无国界 帅主厨 你跟浩铭沟通 是不是觉得他其实还挺了解 这些 了解了解 而且不太像是纸杖谈 明昊真的实操过 我现在觉得我们俩是一加一 对吧 他的想法 跟我这边的想法 然后我们组合在一起 让他做一个完美的一个 食油节 结合 对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这种方式 好 那第二步我觉得要烟鸡了 对 烟鸡我们就要放这个 海天料酒 对 要放 要放料酒 也是一瓶 差不多 浩明你真的下料了 很豪爽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讲究的 是 烟鸡的时候 海天好友要放 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一个是提鲜 第二个呢它的肉质呢会很嫩 腌鸡翅啊腌牛肉呢都可以加一点 都可以用蚝油是吧 对 味道非常鲜 好好好 这个腌制呢是里面加海天草菇老抽 对 也要加老抽 对 老抽的作用呢是给它 皮上让它上点色 上色 对 好 来 这个海天草菇老抽 还有包括所有这些生抽里面 这种腌制 能够把酱油很长时间吸收的那些阳光的能量和香味都释放出来 对 对不对 这个鸡里边可以塞一点这个香菜 浩梅你这在家研究的不少啊 对 我觉得是做过功课有备而来的 她感觉在家经常下熟 都有经验是吧 经常动厨房里的东西 好 好了我要往里塞了 好 我们这时候可以腌制 在腌制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帮这只鸡做一下摩扎机 你这感觉已经不像是在拿海天的料酒跟蚝油在烟鸡了 感觉在做美容护肤品的广告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段子叫 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广东 有可能 你给我们说说广东人民花式吃鸡都有哪些吃法呗 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那种 殿堂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比较黑暗的这种吃法就是榴莲鸡 榴莲鸡 愿文奇想 用这个老鸡来熬汤 然后再放这个花椒 把这个把这个汤底熬成那种就是金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这个汤底下面再涮这个清远鸡也好 海南鸡也好都可以 最后呢还要再加榴莲 这个画面我都不敢想一下 能不能想一下有没有黑暗料理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腌好鸡之后呢 先煎点鸡油 好,放 鸡油好了 好了 你看要不要把鸡先放进来 好的 那条鱼也不拿出来是吗 不拿出来,它是小火,慢慢焖 对 你看它已经慢慢有点颜色 这么快上色 不会是我们海天草骨老抽 上色红 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海天金标生抽呢 炒菜香呀 海天黄豆酱呢 生的熟的都一样好吃 海天蚝油呢 椰什么都体鲜 是吧 被孤立了吧 会被孤立了吧 你现在只有说一句话 就是你胸口这句话就赢了 熟悉的味道 是海天 对 真的接得太好了 好,你可以像比方了 好 你这是第一次给这几个同学做饭吗 也不是第一次 他们对你的手艺评价怎么样 当然好了 他们敢说不好吗 这倒是一句大实话 全都加进去 这加鸡油的就特别香 原来鸡油饭是这么做的 可以收拾 是吧 可以 还可以 好 这里面还要再加水 再加水 要再加水 这个考验 这个会不会做饭的时刻 对 又到了 这个到底要加多少水 这个水很讲究的 加少了 他这个饭加生的 对 双小厨 我教功课的时候 差不多 可以了 是差不多 好 好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步骤 就是观察这个火候 对 然后等着饭熟 我们就可以 开饭了 你在你们吃货群里面 会聊感情吗 感情的 也会 也会 他们会不会很关心你 我比较关心他们 行 那我们关心关心你 怎么了 你的感情咋样了 感情 你对自己有过话吗 我的感情很丰富 就是我亲情 友情各方面都很丰富 你笑一笑 你怎么看爱情人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是着急不来的 对 你不可能说给你定一个时间 说我二十几 或者三十几去结婚 你只是可能心里面 会有一个预设说 我可能不能说 就是比那个时间点还要再晚 或怎么样 就是可能自己内心的 这个心理压力会大一些而已 但是我觉得 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东西是由你的这个 就是内心去 去引领你的 对 而不是说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必须就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我是那种很自由的那种人 那你现在喜欢的女孩子 是什么风格 我觉得是有思想的 必须是得有思想 对 因为我觉得 其实在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相处 其实 精神交流特别重要 对 你得想之后 长期对着这个人 不能两人都纷纷玩手机 然后你对话说不上 这个机好像挺好 转话题的一把 好笑 你看 那么你想跟谁 分享这个机呢 这个机的颜色 你看 多好 我都觉得这鸡熬得脱骨了 是不是快好了 是 好了 好了 那可以捞出来斩了是不是 我来弄吧 那个比较危险 来 这个鱼汤的味道在里面 真的是很经典 这个颜色 对 特漂亮 要不要试一下 试一下 好嫩 好嫩 真的很嫩 这火候拿捏得很好 相当成功 是吧 这个布置 这比你那时候条件好吧 这个格局好像是 大概是这样子的 但是 真的 我们这个宿舍 哪有这么整齐 你复原一下男生请示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看 高考资料 首先就不止这么点 一定要这么高一落 对 我们那时候这么高 一落落 而且是两落 人脑袋只能从中间看出来 对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可以先这个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桌子的位子 帮忙 对 好 我们可以拼到中间来 那时候住上下铺吧 你们应该 没有 那时候是大平铺 床位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你那个时候如果是这样 四人的床碰 你睡哪儿 我是睡这个床位 这个 然后这个是叶海健的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一个 好兄弟 张国昌 对 然后这个就是梁云宗 我们可以把这个床位 碰得稍微 乱一点 是吗 乱七八糟 因为我们男生宿舍 不可能有这么整齐的 不可能有这么整齐的 这衣服怎么可能挂下来 那应该怎么放 这衣服就是这样 搭着 对 搭着 你别说 你捣饰完了以后 有生活的记忆 有没有感觉 有 对吧 有 差不多有点意思 好像差不多有点意思吧 行 那我就去叫他们去了 好